遇到困境 有人悲观消极 也有人乐观积极 所以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人生无常 苦乐 顺利参半 这个是生命的真相 任何人都要面对的 生命课题 无法逃避 无法推卸 但是只要能够提起决心 不慌张 不恐惧 耐得住 守得住 任何困境都可以想出方法 平安走过 我们常常讲 智者是转心不转静 愚人是转静不转心 所以我们透过觉知的当场 看到自己 跟自己在一起 你就很自然的不会 那么容易的 跟境界去做祈福 所以 也可以 就是说 我们慢慢的修炼 就可以达到极境涅槃 这个就是 我们去学习佛陀的教法 把这个佛法实践在生活当中 生活活法 佛法它不是躺在那边的一本经书 而是给我们拿来用的 是拿来给我们行的 去执行的 然后再来去 从佛经常对照 确实佛讲的就是如此 然后慢慢的 不但自己的身心调和 慈悲也会跟着挣扎 遇到困境 有的人悲观消极 也有人积极乐观 忍习福 知足 就可以拨云见日 所以 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是佛法的 觉醒 转念的课题 智者转心 愚者转静 有觉醒 知性转念的人 是最有福报的 史方新闻规文 许建议 台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